提起日本的昭和时期 我们的第一反应大概就是美人 那个时代涌现出了无数各具特色的美人 各个风华绝代 拥有盛世美颜 不同于现在卡娃伊的日系风 反倒和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更为相像 大家好 这里是一只稀稀粒 今天为大家盘点一下日本的角色 美人们 看看他们如今的状况 1.夏木雅子 夏木雅子本名小达雅子 1957年出生于商人家庭 小学三年级时受热播剧的影响 立志成为演员 当时受到母亲的强烈反对 但在看了索菲亚罗兰的电影《相见恨晚》后 17岁的她更加坚定了做一名演员的决心 1976年 19岁的夏木雅子用本名小达雅子 正式以演员的身份出道 出演日剧能看见艾玛一炮而轰 1977年 夏木雅子成为知名美妆品牌 加纳宝的宣传形象大使 正式将一名改为夏木雅子 相貌名利 身材傲人的她 很快成为广告商的宠儿 接连拍摄了很多广告和影视作品 此后的她出演了《鱼影之群》 《时代乌的女房》 《南极物语》等作品 演技获得认可 还于1984年结婚 可谓事业爱情双丰收 然而命运就是喜欢捉弄人 噩耗总是让人粗不及防 1985年 就在夏木雅子迎来人生巅峰的时候 她在公演中突然病倒 随即被确诊 换极性骨髓性白血病 1985年9月11日 与癌症战斗七个月的她 因病发症不幸离世 终年仅27岁 她昙花一现的演艺生涯 和烟花般热烈 却稍纵即逝的美丽 实在让人忍不住扼腕叹息 时至今日 日本影迷依然对夏木雅子念念不忘 二 吉永小百合 吉永小百合被称为 昭和年间第一美人 长相温婉大气 气质淡雅一人 在日本影坛享誉很高 是日本国宝级的影后 如今70多岁依然活跃在荧幕上 对她印象最深刻的 是她在雪地里拍的写真 照片中的她 有雪敷 红唇 墨发 但谁能想到 那时的她已经45岁了 写真中的她 头发凌乱有致 相间半遮半露 撩人至极 三 大元丽子 大元丽子是在选美比赛中脱颖而出 从而进入演艺圈的 同一年她出演电视剧《幸福考试》 之后被东影公司签约 成为了一名女演员 但其实她的童年很惨 父亲对她动辄打骂 还曾把她扔进坟坑 不过大元丽子的长相十分漂亮 功夫不负有心人 很快她便凭借精湛的演技和清纯靓丽的外表 收获了一大波粉丝 更是在当年被誉为日本国民女演员 名气有了 事业有了 钱也有了 大元丽子开始关心自己的人生大事了 1973年 大元丽子和演员杜赖恒彦结婚 但是因为婆媳问题 两个人还是离婚了 离婚后的第二年 大元丽子又认识了森静怡 森静怡是日本著名的歌手 有着演唱《天王》之称 两人从认识到同居 仅仅花了两个礼拜 从同居再到结婚 仅仅花了一个月 她实在是太渴望爱了 但仓促的感情又怎么会长久呢 两人在1980年时步入婚姻的殿堂 而后在1984年时就离婚了 2008年不幸发生了 某一天晚上 大元丽子想出去散步 于是到车库去取车 但或许是因为天黑路太滑 她摔倒了 而且受伤十分严重 不仅右手骨折 身体内的器官也有多处内出血 后来医生解释称 这都是大元丽子的 格林巴利综合症造成的 因为她发病的时候 左脚会软弱无力 所以在摔倒的时候 身体无法做出有效的应对 才会摔伤得如此严重 于是大元丽子住进了医院 一次次的化疗 吃药打针 某天63岁的大元丽子 躺在自家的大床上 心脏就此停止了跳动 4.泽口静子 泽口静子1965年出生 被誉为昭和时代最后的美人 静致美颜有一点点爆芽 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大美人 泽口静子五官最美的部分 就是她的美颜之间 兼具西方的古相和东方的皮相之美 惊艳绝伦 而且因为五官浓烈 美艳精致大气 她还一度被称为日本的观之灵 现在 泽口静子仍然活跃在影视圈中 仅是去年就有一部电影和两部电视剧上线 这也证明观众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她 如今的泽口静子已经57岁 不像出进娱乐圈时那样懵懵懂懂 目光里也多了几分自信和坚定 而这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五 宫藤静香 宫藤静香1970年出生于日本东京 被誉为日本偶像派最后一个奇迹 她的长相清秀美艳 自带灵气 可活泼 可优雅 可欲解 可爱又有才 就像网友说的 天真性感 可爱又温柔 浪漫多情 除去偶像 歌手 演员的身份 宫藤静香还是一位画家 设计师 她的油画作品曾多次获奖 舞台上的她更是美丽四射 简直就是人生赢家 作用事业 美貌和家庭 连牧村拓栽都为她迷恋一生 不过 娱乐圈对于女艺人的要求 一直都十分的严苛 不仅要上镜好看 还要有拿得出手的好作品 一旦两个环节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就会招来很多人的热议和讨论 而现在52岁的宫藤静香 便遭遇了这样的事情 现在的宫藤静香衰老得十分明显 脸上的颧骨因过于控制体重 显得格外明显 而且头发看起来也是乱糟糟的样子 而当她开怀大笑的时候 也会给人一种特别惊悚的感觉 也正是因为这样 很多人画了一些比较恐怖的画 来调侃宫藤静香的长相 甚至还有人直接说 宫藤静香这简直就是毁荣事变老 六 田中玉子 提到田中玉子 即使不知道她的人 也一定见过她化身为慈禧太后的样子 那双的眼睛 薄薄的眼皮 略显下垂的眼睛外侧 与慈禧相似度高达70%的田中 在众多瓷戏扮演者中 单从外貌上就有着天然的优势 相较于同期的美人 田中其实似乎总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那个 五官平平的她 是传统的东方女性的长相 有白皮肤 小鼻子 小眼睛 温婉之中带着些许的哀愁 是很多人心中标准的日本女人的长相 多年以后再看田中 小巧圆润的脸蛋 丰满魅惑的脸颊 一颦一笑 举手投足中 自带风情 那股在演技加持下的独特气质 造就了我们喜爱的她 1989年 田中玉子与歌手泽天炎二结婚 婚后的她一度吸引 直到1996年才复出拍片 都说时光从不败美人 如今已经66岁的她 虽然已经没了年轻时的美艳 但却仍然保持着这个年纪的独特魅力 作为演员的她 仍然在用心对待与诠释每一个角色 七 山口百惠 山口百惠被誉为昭和第一格基 是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日本传奇女星 其实百惠的长相不精致 也不够让人惊艳 但是一口小虎牙 骨子里淡淡的忧郁和倔强 让她的气质显得独一无二 山口百惠在很多人心目中 都是永远的女神 偶像的偶像的偶像 她的经历和故事 跟她的作品一样传奇 13岁出道 15岁哄遍日本 20岁哄遍亚洲 21岁就达到巅峰 隐退家人 温柔了岁月 传起了记忆 今年3月 有媒体曝光了山口百惠的近况 隐退42年 已经63岁的她 终于生计当奶奶了 据悉 山口百惠的大儿媳 木也游一 日前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透露自己前几天 平安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并且这个孩子 是一个可爱的女宝宝 初为人母的她 显然特别兴奋 不仅发文感谢 一路守护支持她的家人 以及粉丝朋友 还激动地表示 要珍惜女儿的每一个重要瞬间 同时工作上也要继续努力精进 此外 木也游一还晒出了女儿的照片 镜头中 她轻轻地握住宝宝粉嫩的小脚 画面非常温馨 据媒体透露 因为是第一次当奶奶 山口百惠 也是做足了准备 8. 钟森明菜 钟森明菜被誉为爵士歌姬 最悲痛的昭和末代歌姬 被感情和渣男拖累的悲情巨星 她的男朋友就是骗了香港女儿 美艳芳的近藤真艳 她是标准的漫画脸 被称为日本的聂小倩 据说她是徐克为聂小倩 物色演员的第一人选 只是没想到 后来这个角色成就了王祖贤 她的美不属于浓艳卦 也不是甜美可爱的风格 带点寡淡 带点脆弱 带点皎洁 是独一无二的特色美 她不光长相清冷疏离 清历中带着一丝忧郁 就像那个接着仇怨的丁香姑娘 她的歌声也如同皎洁的月光 引人入圣 十分动人 这让她享誉歌坛 她清秀单薄的长相 加上浓密的卷发和精致浓艳的唇色 随处散发着风情 美而不自知 就像日本的乌哀文化 哀艳清淡 不明觉厉 她曾多次在舞台上哭过 哭的时候细细无声 楚楚动人 简直就是天上一颗心 人间一滴泪 有人曾如此形容她的一生 她是踏落人间的才女 是散落溪流里的心 是尖落一身月的鲜娥 是一生都在追求爱 渴求爱 却截然一身的普通女人 如今 人们已经很难再看到她的踪影 在2017年最后一次出席节目之后 她仿佛就半腿圈了 就连她的父亲 也已经三十年来 未曾联系上她了 诚然 每个时期都有层出不穷的美人 但是那些经过时光淬炼 岁月也洗不掉的绝代风华 盛世美颜 总是会更让我们难忘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待